美牛 瘦肉精 裴玲 大家还是要关心 行政院长陈冲 昨天才带着内阁阁员巡视农委会 说美牛议题绝对尊重专业 下礼拜的美牛专案会议 还要请来反对瘦肉精的学者专家来参与 结果农委会被撩爆说 你替瘦肉精辩护的新闻稿 你引用的数据资料 竟然是直接引用自生产瘦肉精公司的内部刊物 这样子有公信力吗 美牛如何开放成了大问题 现在却爆出农委会的新闻稿 声称瘦肉精不会造成猪肢死亡 只国外的统计资料显示 2000年开放使用瘦肉精培零后 猪肢被屠宰前死亡比例没有增加 结果被抓包 引用的资料竟然就是生产瘦肉精公司的文学内容 读乎我们的官员跟生产莱克多巴胺药厂 读乎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 读乎科专家统提 农委会的做法完全丧失公信力 因为农委会引用这篇文章的作者 也是生产瘦肉精公司的顾问 等于是自说自话 农委会说只是引用里头转载的文献 并非帮瘦肉精说话 美牛开放与否敏感时刻 政府被质疑已经有了特定立场 为了自清下周还要请反对瘦肉精的专家来出席会议 只是农委会宣传引用数据不严谨 让怀疑再添一笔 终于新闻 顾西党身上一台饼采访不到